你第一次见到你老公是什么时候 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去探班 朱英 我老公也是拍这部戏的 然后我就经常跟他 叫他出来陪我们玩 陪我们买东西 因为男生我们会安全 其实他陪你买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很喜欢你了 我觉得就是他不诚意 好陷的 他不诚意 他表白是什么时候 有一次就是他朋友来了 来探班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女生 然后他说我要陪那个女生一下 然后我说好啊你去陪啊 刚好就是他说完之后 我就在房间里面一路不舒服 我就发信息给他说 我说你就别下来了 你也不要过来找我了 你自己好好陪他吧 吃醋 吃醋 你们俩就在一起吧 对后来就在一起了是不是 然后透人家就有人掐我们了 然后我一开门他就说 你吃醋了 你吃醋了 这个是什么感觉 这个时候一定要敏感一点 是不是吃醋了 清碗清碗 我没有 我说 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是不是 真的没有 是不是吃醋了 是 肯定是这样 我们吃醋了 这些人什么粤语 然后他说试一下嘛 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我定上的规矩就不可以 然后都可以试 刘宾 好几天 好几天 也应该有十来天吧 那很快 那第二天她自己已经打破了 第二天 最后离开她房间的时候 我还拥抱了她一下 我说你不能公开 不能亲门 不能脱手 但你没有说不能拥抱 没说不能拥抱 找到bug了 到漏洞了 不